老板呢就起码你要能保证你属里别有进攻的这个前提 姚明先造成贾贝尔一次犯规 待会我们再看一下号码 对是12号贾贝尔 12号贾贝尔罗兹波卡尼呢是今年只有19岁 他是身高是2米23 但是必然是2米47 姚明的是身高2米26 但是臂展的是2米20 这个是正是在这个03年的时候呢 想想知道 英文叫carry 就是你并不是很认真啊 或者很什么好球打到来下来 这就还挺重要的 对因为你只要球传到来下 姚明能够得分 但是关键是这个全球你能不能 虽然说这个技术统计上不会记忆 但是基诺比率出进去 这真的好姚明 实际上这小小技人并没有跳多少 他还竟然用身高 姚明那么高的个儿 他都能够盖 你甭管是盖的球也好盖的 三次犯规了 三次犯规了 三次犯规的话可能卡塔迪会踢下他了 对 你甲了 六什么都能换出感觉 不不不 啊 好像搬下了 如果是确实是哈达迪换下他的话 哈达迪的身高也是比较可观 2米18 果然是15号 哈达迪他是私职中锋 今年呢也是比较年轻 他是二十二算 看这场 他几个人在无端的好动 对 可是出不了机会又站住了 咱们这样倒是很容易让对方的两个大个儿 就是都背上犯规的这个负担 但是就是中国对可能 要付出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比分要就是拉不开啊 或者是被对手的领先的这种 还是这种局面 那你这样打呢 并不是对中国队来好 对中国队以后的发展来好 对准备2008年奥运会来好 并不是很有力 对 这么点打 对 好球 这姚明确实是高鹤鲤鸡群啊 这姚明确实是高鹤鲤鲸群啊 因为你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你本身三次犯规 对方这么高大的队员 这么有经验的实力队员在玩笑 那你就是放了他得两分 一定是得两分 这个你放了归以后呢 还是得两分 那么 那么 贾贝尔实际上要跟姚明论起来呢 还有一定的这个师徒的场面 在前不久就在北京举行的NBA篮球 无疆界的这个活动当中 贾贝尔是 他就把这个以后呢 采访全本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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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次说 都是内线的内传内的配合 姚明传球配合 好 好 这篮本球 再来这个犯规 篮本球说犯规 咦 这一个公共的小说是三二 没刺的 伊朗队队队队队队防御之后 那么都要跟 LBA解释 说是姚明先 先动的手 或者先动的手 大概两次了 那个四次了 而且现在是伊朗的比较一犯规 中国的这个拿 今天中国队还真没见到怎么样 这么快快的就是得分的 下次那罚球得了不少分 对 姚明现在第二节没打完 已经拿了12分了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看 有我们为您转播的 2005年亚洲南篮锦标赛 中国队对伊朗队的比赛 这是双方的第三节的争夺 刚才的张志导也是提到 就是中国队现在需要把节奏提起来 让它提快一点 不要再像对方那种 就是打这种慢节奏的比赛 那么张志导就是如果打这样的 节奏的话 姚明会不会和姚明在场的 那没关系 因为你整个的比赛节奏起来呢 所谓比赛节奏起来呢 是你比如说防守进攻都快了 这样姚明呢整个进攻也会动起来 那姚明呢 反而更容易出现机会 是 你这个节奏慢的姚明很喜欢他 他一人站点对方你看三个人包夹 他做不了动作 不过现在没有问题了现在他的另外一个内线也是三次反规了 对内线是这样多拖一下下来上一个就是内 内手再跟着上去 好换成连防了 有一次反规 姚明今天的第一个二加一 对两个内线都是素质犯规了 刚才转停以后呢一朗换成连防了 但是连防以后呢 中锋呢又是一次反规 这样的话就是 只要加强规马上可以发现了 因为是单节十分钟的比赛了 五次反规就是底线了 二加一打长 现场的这个纪录表也比较有再去打阵地 那么刚才干了稍微有点悬啊 对 谁要命 五次反规 你看是不是 不是那个 对已经算了 换上的是13号穆罕默德 莎萨万德 这是比 这个伊朗队队内啊 比较年龄比较大的一个东风了 身高呢只有2米05 比起那两位年轻的东风来说 他可能更适合去打大前方 因为实际上他个矮啊 换成连防防药文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如果药文就从这个三脚区里一横切 他接球以后转身就投你够不着的 如果你绕前方呢 你连防绕前方呢 他这样可以调球 你后边没有人来 哇 沙漢万德上来 什么事都没干 两次犯规啊 这个再犯规恐怕就快到罚球了 伪迹犯规 对啊 你想刚才那15号一次 你看果然 就这咱们就 能够数不来这个三脚了 对 这已经到四脚了 你看 这样呢 你看这个 伊朗队一共爆了三个中风 12号贾贝尔 13号散开万德 15号哈达迪 这三个人加起来 现在正好已经都十四翻过来了 对 而且几乎全放在姚明身上 那这有姚明的介绍 哎呦 两个罚不动 现在是中文的领先 5分 42比37 第3节比赛还有7分钟 别固 你看他现在15号 开始轻轻 再给姚明 对 又一次反规 对 因为他这个联防 他 完全防守位置不对 他是在整个姚明身后 而且姚明呢 稍微的横动一步 接球呢 一转身就可以投篮 你看他三次反规了 上那也就是一分钟 一分钟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三次反规了 对啊 他上来刚刚是7分15秒左右的时候 上来了 现在他6分 但是一分钟 一分钟 嗯 嗯 杨明这一次 新农村 今年16的罚中12 也就是 先不算说他罚中命中率高不高 现在是已经罚了17次 罚中罚中的刺激 对 工方节奏一改变 立刻这个 高下力 对 对 这个趋势来看呢 只要杨明在场啊 对 这个贾贝尔长毛鲨大事 基本没可能 要不然比较长得 哦哦终于是今天的第一次扣篮 对 贾贝尔的长臂确实是真行目 真长 你看他这 刚才只是站在 站在地也并欠着讲 没跳 对 就是杨明的扣篮 对 已经扣到了一些战争 对 好你看他这 这个蓝牙鲨 就从这儿 对 因为这个失误了 这么多 对 哦哦哦哦 这个就是宋 宋骂 对 莫柯又是三分出手 他里已经连续头两个三分了 都没有中 这球不 不应该问他 对喽 看吹谁犯规 是吹贾贝尔犯规吗 如果是吹他犯规 对 那他就吹着了 对 对 这靠近了 没靠近 没靠近 靠飞了 对 就先吹的那个 这个 麦克迪卡姆拉尼粉鬼 对 对方今天就是 用平常我们一个形容字来说真的是死盘烂打 对 对 我不能让你把这任何一个任何一次进攻打舒服了 对 其实这时候 你可以换一下 也是你如果你这样拖拖拖拖拖拖拖到最后如果几分 再接近的话 没有拉开的话 对 这时候姚明做的并不是很大 所以你这时候要敢于让他休息 对 而且呢 张老师 事实上我们打过二次二场热身赛 其中有大部分比赛 意见连唐正东都担任过这个场上的冲锋 对 并不是不可以去试验那些什么样的事 对 看待会会不会换吧 我们现在 这除非我 我估计也除非领先多了 人家啥也不可以换 对 主要是可能是有这个原因在 对 谢谢 人家看不见那个 不知道姚明站 跟本人上我们的角度 平常累的时候呢 反应也是没有以前那么快的 14个篮板 其中是包括5个进攻篮板 而且他得分应该上了20 所以这种两双 我觉得 得分肯定要 他这样的两双 这儿呢 我们说应该是 所谓说情理之中 对 也没有什么特别吃喝趣 霞边已经是下去了 现在看哈达迪 这球姚明在篮下已经压了 压了个位 对 哈达迪下去 这也行 现在没公表 没有拍的头了 这会儿造成对方 鼓励的打奖 那如果姚贝尔和哈达迪都下去的话 只能是13号 穆罕默德莎萨万德莎 那姚贝尔和哈达迪都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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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就在这儿 所以我们看下来 这个锅贝尔和哈达迪都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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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号 三马德尼可哈 三次犯规了 这个尖导 也是说句玩笑话 可能在B组 全部的比赛结束过后 其他三支球队这个犯规数 看反都觉得比较有意思 大批的人 都是这个三次四次 甚至说五次也很多 我听说十五确实是多 对 包括可能从状态上的 可以换内线的这个触手的次数 比较这个就是为了体现姚明的作用 对 所谓的这个point of the pain 五分队的差距 76比61 姚明在这场比赛当中鞠躬 很质色的 打的不好 紧急节奏版 等于跟着对方的节奏打 下半时呢 就是这一开局就可以看出来 无论从进攻上 还是从方向防守扩大 所以呢 打的